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为20个月 美国8号正式取消国际旅游禁令 重新开放陆空边境 交旅客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还有COVID-19检测阴性证明就可以入境 消息一出 美国各地机场也跟着涌现一波入境潮 很多民众激动相拥露出感动的微笑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与家人伴侣将近两年不能见面 如今终于等到边境开放意义非常重大 官方预估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 将会有数百万的旅客入境 -告诉我你怎么感觉 -Oh my god -It's awesome -It has been like two years -My friend -My fiance is here -I feel joy -Seriously -It's so good to be back 那不只美国全球防疫封锁和边境管制 数一数二严格的澳洲 也在疫苗覆盖率上升之后 从1号起开放国际旅游 渐渐接受与病毒共存的模式 部分原来坚持要清零的亚太国家 像是新加坡也在10月疫苗完整接种比率超过八成之后 逐渐放宽部分国家的旅客入境 那日本虽然还是不开放国际观光 但是从8号开始准许国际商务人士和学生入境 在越来越多国家松绑边境政策的同时 中国则是选择持续收紧边境 国内的防疫措施也更加严格 根据官方的说法 截至10月底 中国已经有超过75%的民众 完全接种两剂疫苗 但政府仍然坚持清零 只要有一个新增病例 就可能全区封城隔离 像是云南的小城瑞丽 今年3月就发现9个病例 之后就反复多次封城 包含学校、餐厅等所有场所都持续关闭 到现在还没有解封 居民非必要也不能离开市区 以免疫情外传 10月31号 上海迪士尼乐园也出现了一个超现实的场景 当天3万多名游客原本在园区内欢庆万圣节 结果因为一名前一天入园的游客检验确诊 全部现场游客都要进行核酸检测 确认阴性之后才能搭政府的防疫巴士离开 并在24小时后还要接受第二次检测 严格落实防疫措施 而在这波逐渐开放国境 回归正常的国际叙事之下 台湾会选择坚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呢?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10月中有表示 现在清零仍然是目标 但是必须有与病毒共存的心理准备 如果开放边境可能需要再次应对确诊病例攀升 医疗体系紧张 还有民间的恐惧与不安感 也可能进而影响明年执政党的选情 如果持续不开放 则会让国际的旅游观光 以及跨国商务来往继续低迷 尤其两周的COP26即将要落幕了 它的内容有很多的面向 会认你有特别关注哪些国家或政策的内容吗? 我记得他们承诺2060年前后要达到禁令排放 还有很多国家说要减少甲烷的排放 然后还有瑞典环保少女桑伯格说 他们都是blablabla 都在讲你的屁话 那我跟你分享一个 你可没有注意到的议题面向好了 波兰、智利和印尼等23个国家 在4号会议中做出承诺 已开发国家将在2030年逐步淘汰煤炭发电 发展中国家则是2040年 截至目前为止 加起来总计有190个国家和组织 同意逐步淘汰不建设或投资新的燃煤发电厂 但其中美国、中国、印度和澳洲等 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 都还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回应 今天我认为我们可以说 码销的组织是在领域 我们在过去的两年 当我们在2019年参加了一种招待的想法 当我们在2019年参加了一种招待的想法 在这些为作出承诺的国家当中 发展中国家印度面临的问题 又比其他的国家来的复杂跟矛盾 为什么呢 以下我们整理了三个面向来讨论 首先 印度是全球第五大的产煤国 地球上有将近10%的煤矿都在印度境内 是非常具有经济价值的天然资源 这也让印度人的生活一直以来与煤炭息息相关 一方面 印度透过燃煤发电 获得大量、稳定、便宜的电力 使得重工业像是链钢 或是一般名声用电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 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 煤矿业与相关供应链直接或间接提供当地将近400万个工作机会 是许多人、许多家庭的经济命脉 这当中还不包含底层弱势 他们常常只能靠偷在煤炭、卖钱为生 而截至现在 燃煤发电燃占印度的总发电量的70% 如果要逐步淘汰煤电厂 小致每天的名声用电 大到国家的经济发展 势必都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 我们现在要把煤炭放在煤炭上 我们要把煤炭放在煤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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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印度不只是铲煤大国 也是目前世界第二大的煤炭消费国 在未来20年 更预计超越中国 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能源需求理所当然的也会跟着快速上升 而为了要有足够的能源供给 又要减低对石油、天然气等 益受市场波动的燃料的依赖 煤炭就成为印度加速工业化 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去年印度推动了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 便提到说到2030年会陆续投入66亿美元 以提高国内三成的煤炭生产量 但与此同时 这一次的COP26会议当中 印度总理莫迪一号 第一次做出明确的承诺 宣布印度将在2070年达到净零碳排 除了让各界感到很惊喜以外 更多的是对它能不能达成目标 存有疑问 要怎么一边减碳一边雇经济 将是印度的重要课题 专家表示 虽然印度有全世界最便宜的太阳能发电 但储存和配送等相关的技术 都还没有发展成熟 距离能源转型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最后减碳或不减碳对印度来说其实非常的两难 因为减碳往净零碳排的目标前进 短期之内有可能会造成能源短缺 工作机会锐减 进而导致贫穷问题恶化 但是如果不减碳以为发展经济 印度也将成为气候变迁下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根据研究报告显示 印度最大的煤矿区位在东部的甲坎德邦 同时也是过去20年来 受到气候变迁影响最剧烈的地方 热浪和水患发生的几率都比以前来的频繁和严重 矿业以外 农业等多种产业都受到很严重的冲击 除了现在正在讨论的COP26峰会之外 其实大家可能也没有注意到 11月初美国也举行了几场地方选举 像是波士顿市长吴米的人生故事就超级励志的 让我感觉一切都有可能 这改变真的可以实现 刚跟大家介绍一下波士顿市长吴米的故事 11月2号美国波士顿市长选举出炉 有选拳呼声很高的台湾移民二代吴米 以超过6成的得票率击败对手 成为新一任的波士顿市长 而他的当选不仅代表当地市民买单 吴米提出的减租、绿能等等进步派政策 更终结近200年来 由白人男性主政的传统 为波士顿写下新的历史 从每个角落的城市 波士顿已经说了 我们已经准备到这个时刻了 我们为每个人都准备成为波士顿市 我们准备成为波士顿市 我们准备成为波士顿市 不准备到别人 但欢迎所有人召唤我们的城市 36岁的吴米从政治路其实充满了转折和意外 1980年代他出生在美国芝加哥 一个台湾移民的家庭 那就像很多的亚洲爸妈 吴米的父母从小就教导他们要努力读书 长大之后当医生或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过幸福稳定的生活 可是当吴米22岁刚从哈佛毕业 在波士顿郡公司找到一份好工作的时候 却因为妈妈罹患思觉失调症 而且病情相当严重 打断了她的生涯规划 决定回家承担起照顾一家老小的角色 这样的家庭巨变让吴米意外踏入政坛 当时他打算要开一间小茶馆养家 才发现政府机构有很多问题 而且深刻感受到社会的支持度不够 那为了不要让有类似经验的人 经历一样的困难 吴米决定去念哈佛法学院 期间就遇到了他的恩师 曾经绞逐2020年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参议员 伊丽莎白华伦 进而让吴米决心从政 虽然吴米不是土生土长的波士顿人 但在去年宣布参选市长之前 他已经在波士顿市议会担任议员和议长总共7年 清楚了解当地种族文化和各类的民生议题 前市议员康诺利就曾称赞过他 对波士顿的边边角角都过目不忘 甚至可以很精确地讲出当地阿尔巴尼亚人主要的社交场所 而身为亚裔女性 她没有拿种族议题来操作或是分化议己 反而更专注解决波士顿快速发展之后不平等的问题 比如主张降低大众运输工具的费用 还有控制房租价格等等措施 要实施这些政策并不容易 不过马州众议员米克利维茨就表示 这跟五米的从政之路一样 不会永远光鲜亮丽 但是非常踏实地奉献自己 直到完成的那一刻 有时代表每个人都分别 而在这个竹竞争 他们都要联合一起 那是为马斯基斯坦和巴士顿的大事 而她的当选对波士顿来说代表什么意义呢 波士顿是一个种族组成非常多元的选区 亚裔、拉丁裔和非裔等非白人人口加总起来超过50% 但一直以来这边都是白人男性的主政 因此一个被称作老男孩俱乐部的波士顿 选出一位带婴儿进异常的亚裔女性市长 也凸显出当地选民渴望改变的决心 好啦以上就是最近值得注意的国际新闻 希望帮大家跟上时事 国际直升我们下回见 刚刚讲到五米的故事 其实11月2号这一天 除了波士顿市长选举之外 美国有好几场地方选举是同步举行的 而五米虽然大胜 但他首属的民主党整体的表现相当的不好 像是纽泽西州、纽约市等地方都只有险胜 而维吉尼亚州更是直接从蓝翻红 拜登一年前在这里以10%的得票率 击败了川普 但这一次共和党却一举拿下州长的宝座 分析就认为选民对于漫长的疫情和防疫措施 累积了不少疲乏和愤怒 而拜登上台至今很多的支票也都还没有兑现 也确实引发了不满 投票之前拜登的民意满意度 就已经跟不满意度黄金交叉 跌到四成出头 不过这场选举过后 美国国会6号通过史上最大规模 总额一兆美金的基础建设法案 也是拜登最重要的政见之一 或许可以赢回部分选民的心 影片最后 谢谢所有付费支持我们的频道会员们 尤其是每一位干爹干妈等级的会员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也喜欢五米的故事 记得按赞订阅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内容哦